银色轿车从爱国东路准备左转 一辆黑色机车在对向车道往前执行 下一秒发生车祸 画面放慢速度再看一次 银色轿车准备转弯 疑似没有注意到对向车道 结果机车骑士伤众不至 冲回事发现场 黑色机车早已被撞烂 车体变形 车祸当天正好是母亲节前夕 我不舍 我好想 造势的牧师 只说一句他没有看见 一点欠意都没有 陈姓骑士骑车经过台北市爱国东路 和林森南路交叉口时 郭姓牧师正开车准备左转 结果骑士闪避不及 迎面撞了上去 送医后还是回天法术 33岁的陈姓男子在知名手机厂牌 担任工程师 前途一片光明 是家中独子 当天就是要跟家人庆祝母亲节 结果再也无法团圆 这条夺命路口没有交通耗制 也没有警告标示 大小车户不断 针对爱国东路 林森南路口的部分 会堪决议要震慑 耗制路口来加强 转弯与执行车的一个区别 像这样 没有交通耗制的路口 在台北市不算少见 清车或开车经过时 千万要小心 再小心 记者留言横章若语 台北采访报道